Holy Rental,特別注意喔,Holy Rental就水平的對不對 那也就是在Layout裡面呢 還可以放Layout Layout裡面還可以放Layout,一直還可以放下去 所以你要放複雜的版型就非常簡單嘛 就是我如果是要再讓他怎麼樣,底下在一個橫向的話 那你就直接怎樣?Holy Rental 放下,特別注意要放在他下面對不對,請你特別注意喔 布局我不要放在這裡布局,我建議各位可以在蓋藥裡面布局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Layout裡面去的話 特別注意一下他的游標 不要放上面 放哪裡呢?放他裡面 他裡面怎麼表示,有沒有看到陰影 這個非常重要,放進去 他就跑到 這個Layout的裡面去囉 這個動作看似 很easy 可是這就是關鍵點 你如果懂得丟進去,而且布局的話 盡量不要在 這一個UI上布局 比較容易犯錯,比較容易發生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經驗告訴我 在這邊比較不會錯 不是說在這邊不行 這邊比較容易錯 那接下來我要放三個按鈕 很簡單 直接怎麼樣呢? 再切回封位去 Button的地方 有沒有 那丟哪裡呢? 注意一下陰影 有沒有陰影 放進去 就OK 這個方法 沒有一本書寫 這是我踹出來的 沒有書上寫的 我自己踹出來的 所以你不要看說 這哪一本書有寫 沒有 也沒有人會告訴你這樣做 只有我會告訴你這樣做 那Button第二個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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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就進去了 第3個放進去 第3個放進去了 然後呢 Edit test 1 你可以 寬度的話呢 看你要不要 那個 Layout的 Wise 你可以給50好了 DP 單位的話就DP OK 按右鍵一樣的方式 然後也 Edit test 2 那寬度再自己再調一下 大概也是50DP 這也是按右鍵 那這邊也是 50DP OK 他有時候這個 那如果說你覺得 這兩個要 再重新設置有點麻煩 你可以這樣 我有時候會這樣 把他直接 按住 按Ctrl鍵 丟進去 又多一個 然後再選他 按Ctrl鍵 放開 他要複製一個 寬度一樣 這個時候你就不用再去管寬度 或者是其他的 他 他